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每个人体内都有不同程度的毒素 原因是受环境的污染 食物的污染和人体内代谢废物的蓄积 一旦毒素在体内堆积过多 就会导致呼吸、消化、泌尿等多系统疾病 这时候我们可以养成敲打经络的习惯 经常拍打经络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效果 还能帮助你轻松排毒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介绍这个敲打胆经的方法 为什么敲打胆经能帮助排毒呢? 肝和胆这一对亲密的战友 对人体的运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想要给身体排毒,就要保护好肝胆 经常敲打这个胆经,就能轻松地促进肝胆排毒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该怎么做吧 大家只需把脚放在一个平面上 呈90度 我们大腿外侧这里,就是大约枯腺的位置 有四个穴位 那就是大腿凹进去的这个部位 环跳穴 然后第二点是方式穴 大约这个部位 第三点是中毒穴 大约在这个部位 和第四点 接近膝盖的位置 就是这个西洋关穴 我们只需手握空拳 然后双手沿着酷线的这个位置 从这个环跳穴 敲打到西洋关穴 就可以了 每敲打完这四个穴位一次 算一轮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左右大腿各敲打50轮就可以了 不需要敲打的太用力 只要感觉有点酸痛感就可以了 刚开始敲打这个胆筋的人 有酸痛感是正常的 等到以后打通了 敲打起来 就比较不会那么酸痛了 大家敲打胆筋的时候 不必过于在意 这四个点是不是敲打在非常准确的位置 只要沿着大腿外侧酷线的位置 大约敲打这四个点就可以了 因为胆筋就是在这个大腿外侧的位置 最好的操作时间是在早上 一天做一次就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坚持做 晚上十一点以后不建议敲打胆筋 还有要注意 孕妇不能敲打胆筋 女人进去时也不建议敲打胆筋 敲打胆筋还有很多好处 比如养颜防老 胆筋是为了胆汁更好的分泌及排泄 胆汁代谢旺盛 食物能更好的被转化为气血 人以气血为本 气血充足 皮肤会看起来更光滑 红润有光泽 而且还会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 敲打胆筋也能起到减肥瘦腿的功效 经常敲打可以使腿部胆筋通畅 排毒顺畅 使腿部脂肪代谢加速 达到减肥瘦腿的目的 最后 敲打胆筋也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敲胆筋可以使胆筋通畅 机体造血量增多 使气血活跃 血液循环和新产代谢的速度都会加快 从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让人少生病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